据报道 美国陆军在加州的基地目前被列为实施训练的候选地点 台军陆军官兵在美国受训目前已达到150至250人的连级规模 日本产经新闻本月曾披露 台军8月参加了在美国密歇根州举行的由该州国民警卫队主导的联合军演 报道称 近10年来 台军已参加犹他州 夏威夷州及华盛顿州的国民警卫队演习 每年还有2000至3000人的美军和五角大楼相关人士访台 为台军做短期训练 此外 台湾联合报引述美媒报道称 美计划将原本分配给埃及的部分对外军事融资 转向台湾地区金额为5500万美元 包括空中和海岸防御系统 无人机 弹道导弹和网络防御 还可能协助提供防护装备 小中重型武器系统 战术通讯和弹药等 美国白宫国务院及国防部皆为立即回应相关报道 针对美台军事勾连动作不断 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日前应询表示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妄图以美谋独 以武谋独 严重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 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如果任由民进党当局在卖台 害台 毁台的邪路上 一条道走到黑 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险境 给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祸害 正告民进党当局 任何以武谋独的行径 都动摇不了我们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坚定意志 都抵挡不了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强大实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